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藏在了海底 有很多人怀疑那些无法解释的古代超级文明遗迹是外星智慧的杰作 而大西国上的人就是外星人 那么大西国就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的基地 如果从这个假设出发 摆在我们面前的很多无法解释的谜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比如为什么世界上各种文明中神话里的神 从天上下凡后都在某一天到海里 为什么美洲大陆的神总是来自于东方 而欧洲大陆的神来自西方 这表明也许有一个共同的大西洋起源 古人类学家们推测 可能存在一个大西种族 它包括爱尔兰人 威尔士人 布列塔尼人 巴斯克人 安达卢西亚人 以及伯伯尔人等 这些人是具有共同的伦理 讲的是一种相似的喉音众的方言 方言中 某些音在希腊 拉丁语系中没有 然而可以在尤卡塔的玛雅语中 找到这些同样的古怪的音 有些UFO学家认为 这些人的最初祖先是来自于外星 后来在海底洞内过着学居生活 两位英国人曾在1952年 对五具在密鲁库斯科发现的 印加干尸做了血液分析 其中一具属于CEC型 及RH 这种血型的人 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见过 另一具属于DC型 这种血型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极其欣少 由此可见 大西洋一侧的印加人 另一侧的巴斯克人和埃及人 血型都与周围民族不同 这会不会就是假设中的 来自外星的大西国人的血型呢 考古学家挖掘出的古生物化石 这些化石的样子 奇形怪状 实在看不出 它们是由什么生物的骨骼演化而成的 难道是什么外星的智慧生物 如果它们曾经在远古时代造访过地球 那么它们还会来的 我们期待着它们的光临 大西国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它是否在外星地球上的基地 这恐怕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然而从宇宙的观点出发 去解释神秘莫测的世界 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时髦之举 若是真的在过去的几千年之间 曾经有过生物来访地球 那么我们今天可能还会面对 来自太空的智慧生物新的采访 卡尔萨根认为地球在地质时期 曾经有过上万次银河系文明来访过 一位瑞士科学家曾经在意大利北部地区 找到了被掩埋的类人物 骷髅的残核 他认为这已有一千万年的历史 在澳大利亚的研画上 有一些奇怪的生物图案 那些生物好像不是来自地球上的 而且身上仿佛穿着 酷似现代宇航服一样的东西 难道在很久以前就是地外生物 穿着宇航服来到澳大利亚 在岩石上留下了他们的标记吗 在美国内华达州 孔特利贝尔石身峡谷地层内 人们曾经发现一个鞋底的痕迹 其清晰程度乃至粗线条纹路 都看得十分清楚 估计这一鞋底的印记 以前有1500万年的历史 在智利的热带丛林中 曾经找到过一个金属球 其直径有一米 重量约有三吨 而且它的成分是谁也不知道的化合物 奇怪的是 金属球崩滑的表面 无论是用火烧 用酸液 浸 还是用刀削 都毫不影响 智利科学院院长拉穆斯 泰尔杰兹博士认为 这一金属球是地外文明代表 有意留下的 他们在远古的时代 就可能已经到过我们的星球 也可能在我们的时代也拜访了我们的星球 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许多岩洞的壁画上 刻画着许多奇怪的标记 样子同飞碟的形状相仿 专家们已知的类似岩洞 有拉兹卡岩洞 阿尔塔米拉岩洞以及埃比斯岩洞等 这些地方至今已经发现近2000多个类似的标记 都是石器时代公元前3万至1万年留下来的 最为知名的是阿尔塔米拉岩洞中 有字母形状的地方长达200米 在此洞内能找到三种不同的标记 主要是在洞的顶壁 考古学家莲高曾明确提出 大西国居民是外星人 这是他根据在乌拉尔找到的精致图来认定的 这些精致图表在美国保密局存放至今 在这些图上刻有着密码符号 并标有两处位置 一处标出如何从上埃及到达大西州帝王坟墓的方位 在图上明显地标出史帝和末代皇帝的陵墓 墓地的位置只能是大致的 它距尼罗河有20到30日的里程 这表明整个墓地都位于阿斯旺及西部沙漠绿洲之间 在精致的图表中还表明 15000年前大西州上曾经有过宇宙飞船着陆 其上面有高度发达的类似地球人的生物 有人在百慕大海区的比米尼岛水面下 发现了巨大的石头建筑群 它们结构严密 规模宏大 形状变化多端 长达1600米的大石墙 由长4.5米 宽6米 高3米的大石块契城 每块大石头至少重25吨 石器的街道还用长方形或者多边形的石头 排列出各种图案 一座高42米 每边长54米的平顶金字塔 沉睡在近400米的水下 另外还发现了码头 港口设备遗迹和大理石的雕像 根据巴哈马群岛附近海底石灰岩的分析 证明它在1.2万年前曾经存在于空气之中 也就是说这里曾经是陆地 那些赋予想象的探索者怀疑大西国人可能还活在百慕大海底 近一百多年来 世界各国商船和军舰在海上不断地遭遇一些怪事 海洋深处会莫名其妙地发射出奇特的强光 或者出现神秘目测的不明物体 至今 这些奇怪的现象仍令许多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美国科学家根据多年的研究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些怪象背后可能藏着某种来自异域的文明 有一种观点认为海底人既能在空气的海洋里生存 又能在海洋的空气里生存 是史前人类的另一分支 理由是人类起源于海洋 现代人类的许多习惯以及器官 明显着保留着这方面的痕迹 例如洗食盐会游泳爱吃鱼等 这些特征是陆地上其他哺乳动物不具备的 海底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海底人究竟是什么 俄罗斯学者鲁德尼斯基认为 这个大胆的假设很有道理 假如我们能把海洋神秘闪光的持续时间 和间隔时间记录下来 也许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 能把海底人以闪光信号的方式 向我们大陆人类发出的信息破译出来 第二种观念认为 海底人不是人类的另一分支 很可能是栖身于水下的特异外星人 理由是这些生物的智慧和科技水平远远超过了人类 但是这种假设太离奇 没有得到多数科学家的认可 这些外星人的真实身份还有待解答 它们究竟是本就存在于地球的智慧生物 还是来自太空的外星人 恐怕还得等找到它们时才能知道答案了 自19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的船舶和军舰 不断地遇上一些神奇的事情 例如海底里面的大海怪和神秘的强光照射 这些奇怪而又独特的现象 让以往的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海底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存在 它们到底有何目的 下面小编带你看看具体什么情况 科学家们认为 在现代人类出现之前 曾经有一批新外来客统治着我们这个星球 而这些外星人在人类出现以后 很少在世人面前出现过 人们只能够偶尔的发现它们存在的痕迹 但是有人猜测 这些神秘的外星人 其实并没有离开 而是躲在海底 美国的科学家们经过多年海底生物的研究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外星人其实就一直躲在海底 它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地球 并且这些外星人已经进化成了海底人 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 生命本身就起源于海洋 生命也确实需要水 而这些外星人进化成了海底人 简直就是一举多得 不但能够在陆地上面生活 而且还能够在水下生活 所以人类根本就找不到它们 还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 这些外星人并不是自己本身进化成了海底人 而是由于他们超高的智慧和科技水平 能让所有的外星人在海底一个秘密的空间存活着 类似于龙宫一样的场所 不管两种说法谁对谁错 现在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进行证明 人类在海底探索方面还是涉足的太少 当科技真正发展到的那天 就是我们找到海底万星人的时刻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们的观点 和小编一起参与讨论吧